本土疫情风暴持续扩大 确诊数再度突破300例 5月21号指挥中心宣布 新增本土个案312例 包含170名男性 142名女性 年龄介于未满5岁到90多岁 还新增3例境外移入个案 万华活动时相关的 仍然偏高有107例 那朝义馆相关的73例 来看看新增312例 本土个案全台分布 新北市144例最多 板桥区有37例 台北市新增127例 万华区60例 桃园市13例 基隆市台中彰化县等 其他县市也有确诊 屏东县临本土破工 而新增基隆工作者 搭火车回花莲县住处 也带来至今临本土的花莲县 陷陷入感染危机 连7天本土破百例 累积1824例本土个案 其中高达三分之一 是风险较高的年长者 专家指出恐怕会造成 国内医疗量能崩溃 当然在临床端 确实是因为年纪大的病人多 那所以负担确实是比较沉重 专家也提出警告 国内疫苗施打量几约百分之一 指揮中心应超前部署 提升至警戒第四级 一名医师在脸书发文 政府滚来滚去的变动 让大家搞不清楚状况 昨日才说要民众轻症 在家等 今日又改口 要诉讼集中检疫所或医院 防疫应该一口气到位 真的该升四级时就升四级 但指揮中心仍然打算按部就班 认为大部分感染源都有机可循 究竟疫情何时能趋缓 有人表示七八月就会趋缓 但专家认为很难 不会在七八月马上就结束 应该在七八月的时候 会缓和下来 那这主要是我们呢 我们目前来讲 打疫苗的人数还是嫌太少 疫情何时能趋缓 关键人在疫苗施打普及程度 在没有大量疫苗订来之前 只能祈祷台湾医疗体系 能撑住不要提前崩溃 借陈雪范洋相遇SNG台北采访报导 每周到了 中文静的体制 5日後 追求